如果我说我只用了一个小手枪 就成功赚到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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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任何技术还有任何装备 就可以成功赚到这一些 就问你们行不行动 那本期即使技术特别下的 而且没有任何装备的小卡 我们都可以包袱 本期空手套白狼 而且稳赚不赔 账片开始 毕竟是空手套白狼 所以我们只需要买一把最便宜的小手枪 买了小手枪之后 直接找到附近的人机 把人机给打了 把我们手里的手枪 换成一把步枪就行了 然后呢找一个地方给狗着 记住狗着不是瞎狗 而是呢蹲人 这局呢我就选择在 这个学校的boss附近的一路上 狗着找一个高处 看吧很多人都不解 为什么呢我不直接去打boss 而是呢直接在路上蹲人 有人这时候只会说 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boss一会被人家打了不就亏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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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绝对大错特错 我告诉你们 一我们装备不足 这代表我们子弹也不够 那么我们何不成先让人家先打一打 在学校打一波架了之后 给他们残血了之后 我们再上呢 就是叫做弹烂补偿 麻雀在后 同时呀我们呢 在一路狗分的时候啊 我们还可以把后边的敌人给打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无后悔 这简直一举两得 而且对白嫖党 还有对技术一般般的小凯们 特别友好 特别容易上手 不过呢记住一点 不要贪战 所以呢我们稍微解决了后边的人 就可以立马来到学校了 来到学校之后呀 我们直接卡这个视野 就可以无伤打boss 就像我这样 这时候呢boss被我们打死了 这不是该有的装备 都会有 该有的枪都会有了吗 虽然只是三级套 可是在这个图够用了 虽然boss的枪也就只是蓝光 记住我们是空手掏白狼 可是有一个过程之道做 空手掏个小羊 先用小羊来掏一个白狼 一步一步慢慢来 肯定晚赚不赔 打完学校的boss 我们可以来核电站 碰一碰一气 诶 小兔崽子 可惜了点 虽然打不到他 可是呢换个位置 必须把他拿下 毕竟我们已经有小羊在手 那么他就是我们的白狼 先从他的包 拿一下一个狗牌 读姐说了 本期呢是对技术不行的 特别友好 所以你们就认真看 只要我们每打一个敌人 都要必须找掩体 就像现在 他呢也是在草地外 水不出以外 就是在斜面 不声音越来越逼近 你把他拿下 诶 出几不意 闭自闭 他一枪都没开着 而呢 他就成了盒 打了狗牌 我们也可以走人了 那有时候不得不说 四图的盒子 意义还是挺富的 所以呢 有机会 也可以开看一下 差不多几完破烂呢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一局线还算挣的不多 可是还加上地铁 干上线的时候 就会有给我们回馈 所以呢 已经足够买下 四级套 还有一些小装备 多几局这样下来 肯定能报复 四图是不会掉装备 可是有人就说 四图很成 为什么不打二图呢 记住 打四图的用意呢 除了赚钱 我们还要熟悉新地图 那我们打五图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轻松 总体来说 四图赚钱 五图报复 四图赚到钱了 我们熟悉地图了 我们就赶紧打五图 我们来介绍一下 两个打boss的老六点 首先我先介绍学校的 你们认真看 认真学 这个才刚打完一个 可是呢 又来人了 血条不行 赶紧紧了狗牌 狗回了六点 妈 我躲在这里 他压根没有发现我 一般上啊 来到这都是想打boss 一心啊 肯定只会冲上顶楼 不会注意到我这的 所以呢 我们倒是可以在这里 狗一拨人 一命拨人 第二个地方呢 就来到核电站 核电站呢 最好的建议就是 不要进去 因为里边太乱了 我给的个人建议啊 可以来到这个大树旁呢 就可以看到里边的动静 进到核电站的窗户啊 是特别大的 所以啊 我们可以直接把人 给突突突突突 他们根本不会发现 搭上里边打的正极烈 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们外边的情况 所以啊 这偷袭 绝对是没滋滋了 你们有了 除了这几个狗分点啊 一整套下来啊 菜姬或者是小白啊 要报复都不是问题 还有个独家秘诀 独家祝福 就是只要给 搜索留下站的 把把开出金条 把把开出金砖 甚至即使被人淘汰了 都不掉装备啊 伤长在 你一生的忙碌 为了笑就掩开 大中国节 青春风剪个彩 远走过的日圆 年年好运来 你风舞台平年 你拢得新时代 你幸福的家 关注初剑 带你了解 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 谢谢大家